他有一家公司叫英伟达 他的脸上笑嘻嘻 因为8月份 英伟达公布了第二财季财报 收入同比暴涨854% 不过老黄的眼中还是有着些许的遗憾 他表示 之所以才增长800%多 不是因为我们卖出去了这么多 而是因为我们只能卖这么多 产能不足啊 H100芯片能供应多少 那得看台积电的脸色 但是台积电说我也没办法 今年6月 台积电在股东常会上证实 由于AI订单抖增 公司的COS封装产能告急 将积极地扩产 明年的这个时候 先进封装产能将在今年的基础上翻倍 8月底 英特尔也表示 将在马来西亚投建3D封装厂 到2025年的时候 产能达到当前的4倍 先进封装是个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说它卡住了AI的脖子 为什么头部的科技公司争相扩产 大家好 我是杨摩鱼 这是我封装专题的第二期 封装行业的各种技术路径和术语非常复杂 我这一次呢 花了大半个月时间 把封装的知识硬啃下来 想要挑战一下全网最简单清晰明了 把那些复杂的话术 翻译成小白也能听懂的人话 帮你彻底搞懂封装技术的发展脉络 搞清楚市场热炒的先进封装是个什么逻辑 要把大象装冰箱 龙共分几步 上期视频我们提到 晶圆裸片是没办法直接作为芯片使用的 因为这玩意儿易碎 而且线路没办法直接和外部电路连通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上个壳 再把电路接通 从第一信源里出发 封装要解决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么两个问题 一个是怎么封 既能保护芯片 又要顺应设备小型化的趋势 又要兼顾散热 还要降低成本 第二个是怎么连接 来提高芯片和外部电路之间的信息传输密度 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 我让这两个核心目的 工程师们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办法 并且技术不断升级 这也就形成了现在各种各样的封装技术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基础 最传统的封装是如何进行的 举一反三 你就能理解后面更加复杂的技术路线 传统的芯片封装可以简化为五步 第一步 背部研磨 封装厂从晶圆厂那儿得到的晶圆还是比较厚的 因为晶圆太薄的话易碎 封装厂需要把晶圆研磨到合适的厚度 晶圆切割成数百个芯片裸片 这时候切割出来的芯片会附着在一层胶带上 接着我们要把芯片从胶带上面取出来 这玩意儿很小很脆 需要用到专业的设备 比如封装厂会用一个顶针 从胶带的下方把芯片顶起来 再在胶带上方用真空吸食器把芯片吸起来 你们看一下这个示意图就一目了然了 第三步 装片 也就是把裸片用胶水或者什么材料的粘贴到一块基板上 这个基板可能是PCB板 也可能是一个引线框架 第四步 建核 关键的一步来了 这一步也就是接通裸片和芯片之间线路的关键步骤 芯片上面是专门留有用来焊接的焊盘的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IO触点 I就是input O就是output IO触点也就是输入和输出的接口 封装厂使用超声波设备或者热压设备 把很细的金属丝一头焊在芯片上 一头焊在基板上 那么电路就连通了 芯片和基板通上电 基板再和外部电路通上电 那么芯片就可以在电路上发挥作用了 引线建核就是这么回事 第五步 速封成型 通过模具 用还养树枝之类的材料 为芯片速封上一个外壳 这一步就好比我们把四驱车的底盘和马达组装好之后 然后最后给它上个壳子 在封装行业里面 这几个步骤叫做DPDA WB SBM SS 我们用简单的人话概括一下 就是从晶圆里面取出芯片裸片 把裸片粘在基板上 把电路连接上 把壳封上 就这么简单 很多传统的低端的半导体器件 仍然是采用这样的封装方式 它们的芯片成品各种各样 英文缩写也是五花八门 但其实它们的本质都并不复杂 这种传统的引线建核封装有几个缺点 首先是引线的框架比较大 这会导致芯片整体的体积较大 不能满足我们设备小型化的需求 这就是怎么装的问题 第二个是金属引线比较长 芯片到基板传输电信号的耗时就会比较长 并且由于金属引线的高阻抗 信号容易失真 这就要解决怎么连接的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把芯片的体积封装得更加合适 如何让芯片的电信号传输得更快更好呢 为了这两个核心问题 我们把封装的技术路径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裸片贴桩阶段 代表的连接方式是引线建核 这就是我们上一部分提到的内容 第二个是导片封装阶段 代表的连接方式是焊球或者凸点 第三个是晶圆级封装 代表的连接方式是RDL重部线程技术 第四个是2.5D 3D封装阶段 代表的连接方式是TSV归通孔技术 Chiplet封装技术 你发现了吗 每一代技术之间的本质区别 其实就是芯片和电路的连接方式的区别 在AA时代 高算力对芯片的传输速率和信息密度 有非常高的要求 为了不让封装拖了芯片的后腿 工程师们在如何提高连接密度 提高传输速率方面想方设法 并且还要在保证连接质量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 降低功耗 满足小型化等等需求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进封装 接下来 我们代入工程师的视角 亲自去感受一下 封装技术是如何发展的 先进封装的逻辑 也许会自然而然的浮现在您的脑海里面 第二大阶段是导片封装 这是目前主流的技术 导片封装和传统的引线封装有什么区别呢 你们看一下这张示意图就一目了然了 芯片的焊盘是在正面 所以传统的引线件盒是把芯片的背面贴在机板上 然后正面使用金属丝和机板之间连通 这时候工程师们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我直接把芯片正面扣在机板上 中间用小金属球来连接 这样就大幅缩短了互联距离 连接的密度更大了 并且电阻电感更小 芯片的电性能和散热性都会更好 并且由于没有引线框架 这样封装可以更加紧凑 尺寸更小 你看这个思路是不是就巧妙的解决了 怎么连接和怎么装的问题 那还有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提高连接密度呢 有 在传统封装中 裸片的IO触点通常是位于边缘或者四周 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触点 是不是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连接密度呢 于是 RDL重布线层技术就出现了 它通过半导体工艺 把这些触点延伸到了芯片的表面 在芯片上重新布线 形成了一整层金属线路网络 这个理念说起来简单 但实骚起来的难度已经远非传统封装可比 需要用到曝光 刻时 沉积等等工艺 大伙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 更具体的内容在我的研报里面 后面整理好了之后会发出来的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呀 在RDL重布线层的支持下 工程师们进一步去探索怎么装的问题 于是 先进封装进入了第三大阶段 晶圆级封装 传统的封装是将成品的晶圆切割成单个的芯片 然后再挨个进行封装 而晶圆级封装只是先在晶圆上 就把每个裸片封装好了 然后再进行切割 最后直接就可以得到芯片的成品 这就得益于RDL重布线层技术 它是直接通过了光刻工艺 把晶圆上的裸片统一重新布线 首先就把怎么连接的问题解决了 这时候 芯片就已经是半成品了 然后在图附上用于保护的聚合物薄膜 植入金属球 封装工艺直接在晶圆上就完成了 最后芯片切割下来就是成品 这种封装出来的芯片 尺寸和最初的裸片尺寸是几乎相同的 既把芯片尺寸做到了最小 又简化了整个封装的流程 节约了成本 这种封装工艺叫做扇入型封装 这个扇指的就是芯片的尺寸 但是扇入型封装还有个缺点 就是保护性不强 而且由于芯片封装材料 和PCB版的热膨胀系数之间存在差异 可能会导致后续发生变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又想出了扇出型封装 这个方案的本质 就是在扇入型的基础上 为每个芯片再多加上一层保护壳 具体的步骤就是 先把晶圆切割好 然后把芯片在载体上摆成晶圆的形状 芯片之间的空隙 用还养树枝填充起来 这样每个芯片就多了一层保护壳 后面的步骤就跟扇入型一样了 用重部线程技术 对每个芯片进行处理 然后切割得到芯片成品 从这个图来看就一目了然 扇出型就是在扇入型外层 多了一圈还养树枝的保护壳 并且由于面积增大 重部线程技术给了它更多的IO触点 提高了连接密度 单块芯片封装怎么装 怎么连接的问题整明白了 工程师们又开始考虑 芯片和芯片之间如何连接 举个例子 CPU和内存在同一块主板上 两个芯片之间要互相配合 需要通过主板的线路 来进行信号的传输 这个信号传输的路径比较长 信号传输的密度也不高 那么如何提高芯片之间的连接密度 和信号传输的速度呢 比如 能不能把两块芯片封装到一起 大幅缩短它们的连接路径呢 诶 还真能 这就是封装技术的第四大阶段 2.5D封装和3D封装 具体的操作办法是 把两块芯片都安装在同一块硅中介层上 再把硅中介层安装到PCB基板上 这样再把它们整体封装到一起 做为一块完整的集成芯片 这个硅中介层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块精密的电路芯片 里面布置了密集的电信号传输通道 两块芯片通过这个硅中介层 形成了非常高密度的信息连接 从而减少了信号传输的延迟和功耗 由于加上了这块硅中介层 所以这个办法叫做2.5D封装 那能不能不要硅中介层 直接把每块芯片堆叠到一起呢 这样传输路径岂不是更短 体积也更小 这个方案对工艺的严苛程度会进一步的增加 不过工程师们还是干出来了 这就是3D封装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CPU GPU和存储芯片开始采用3D封装 比如在存储器那期视频里面 我们提到海力士的HBM存储芯片 它就是通过堆叠来实现了更大的带宽和信息传输速率 要做到2.5D和3D封装 最最关键的技术就是硅通孔技术 简称TSV 由于每块芯片都有复杂的线路 芯片和芯片之间的连接 比单纯的芯片和基板连接要复杂得多 工程师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打孔 直接把芯片的焊点打穿 形成一个个通孔 然后在通孔里面填充金属材料 这样就把芯片一层一层的串联了起来 就像搭楼一样 这个技术的难度非常高 要如何在那么小的芯片上精准的开孔 并且不损伤到芯片自身的电路 然后还要在通孔里面精准填充金属来实现建核 还要保证芯片不会发生撬取和破裂 整个工艺流程设计到激光刻石 气象成绩 电镀等等工艺 精细程度已经是接近半导体晶圆制造环节了 2.5D和3D封装技术 把整个芯片系统的信息传输速率和传输密度 提高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2011年台积电推出了全球首个2.5D先进封装技术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COLS封装 它通过归通孔技术 把逻辑计算存储多个芯片集成在一起 目前最顶级的算力芯片 英伟达H100就是采用了这个工艺 TSV归通孔技术还有一种巧妙的运用 就是CHIPLET封装 它解决的不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连接密度的问题 而是如何在保证连接密度的情况下 减少芯片制造的难度 目前电路集成化有两种路径 一种就是传统的几个独立的芯片 一起焊在同一块电路上 这个叫做系统级封装SIP 另一个是更高级的 直接把不同功能的元器件 做成一颗高度集成的芯片 这个叫做系统级芯片SOC 它的信息传输效率更高 体积更小 但是开发成本和工艺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候CHIPLET技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法 CHIPLET的意思就是小芯片 或者叫芯力 它是把一块SOC芯片拆解成了多个小芯片 这些小芯片通过TSV技术和硅宗阶层连接 它们之间的信息传输速率 和一块完整的SOC芯片几乎是接近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成本大幅下降 大面积的单科SOC量率很低 而小芯片的制程工艺成熟 量率会高很多 这样就把晶圆制造的成本降下来了 技术门槛也降下来了 第二个是技术难度的大幅下降 SOC芯片的开发周期长 设计难度高 而CHIPLET只需要分开设计各个功能模块的小芯片 难度大幅降低 可以加速芯片迭代升级的速度 第三个是灵活性更高 同一块SOC芯片 各个功能模块的纳米制程都是一样的 比如统一为5纳米 而CHIPLET可以兼容多种工艺制程 CPU芯片可以是5纳米的 而存储芯片可以用22纳米 SOC芯片只要一个功能区域坏了 整个芯片就废了 而CHIPLET封装芯片 如果一个功能区坏了 只需要把相应的模块换掉 甚至你还可以自定义升级 比如说把内存芯片换成一块容量更大的 CPU公司推出了第一代骁龙处理器Napos 它把四个相同类型的CPU 通过CHIPLET方案封装在一起 虽然它比传统的单一一块处理器芯片 多出了10%的面积 但是节约了41%的成本 在性能上 对标当时英特尔的白金智强处理器 2023年 AMD发布了AI加速卡MI300 采用了CHIPLET方案 性能对标当前最强的英伟大H100芯片 如果不考虑体积 CHIPLET芯片在性能上 是可以做到和SOC芯片旗鼓相当的 诶 这就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不够先进 但是我可以通过CHIPLET的方式 达到和高端工艺同样的效果 而且甚至我的成本还要更低 CHIPLET这个技术 将大面积芯片在制造环节的难度和成本 转嫁到了封装环节 而封装环节 正是我们国内在半导体领域最擅长的 看到这里 你又没有想到点什么 今年上半年 CHED GPT引发了AI狂潮 各大厂商纷纷布局研发AI大模型 最最核心的资源就是算力 而当今最强的算力 就是英伟达的A100显卡和H100显卡 由于英伟达的产能不足 和美国的出口限制禁令 导致一卡难求 算力芯片被卡了脖子 我们就一筹莫斩吗 难道注定的在AI研发这条路上 会被国外远远的甩开吗 这时候大家就有一个疑问 如果我们国产可以勉强做出还行的算力芯片 然后靠数量去堆叠 能不能也达到人家那样的效果 答案是能 CHIPLET或许就是这个破局的关键 另外 华为发布了芯片堆叠专利 将两个14纳米的芯片溢构堆叠 华为这是想要干什么 你猜 看到这里 相信你对封装技术发展的核心脉络 已经很清楚了 并且也想到了它的战略意义 是不是有一种想要投币的冲动 不要压抑自己 想投就投 下期视频我将给大伙分享 封装技术的国产破局之路 我是杨摩鱼